正是善道大师所说的 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 才能与华言教义相应 这是我们必须要牢牢地记住 得空的时候 转耀 苏超 贺论 最好能够很细心地看过 然后我们再一起学习 理解的才能够深 深解义去 这是学习 不能不用一些时间做功夫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心理 这是一句老话 佛在经上教我们怎样做 一定要认真把它做到 我们是凡夫 断烦恼 决定不是容易的事情 把心量脱开 把心量放大 逼断烦恼来得容易 虽然一般人说 这也不是容易死 可是逼断烦恼 逼近的是容易多了 学习 推及接忍 想到利益自己 我也同时想到要利益一切众随 逐渐逐近 把这个观念换过来 我们现前的观念 齐心动念 第一个是想自己 第二个念头在想别人 就很不错了 能够推及接忍了 念头转过来 完全想别人 念头一起想别人 然后再想自己 然后再想自己 这就入了佛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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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